男孩正在潜入恶魔的别墅 突然一股妖风吹来 温度瞬间下降到零度 下一秒空气中出现许多亡魂 接着又和寒气一起被吸尽所眼里 这引起了男孩的好奇 他缓缓地推开房门 发现里面就像是个冰雪世界 他好奇地打量四周 到处都是冻成冰雕的动物 这时男孩发现一个神秘的黑洞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地狱之门 受到蓝色光芒的蛊惑 男孩竟然鬼使神差的僵手伸进洞口 黑色的藤蔓开始生长 瞬间就蔓延到了整个屋顶 男孩转身就想逃跑 突然地狱之门爆发出强大的犀利 仿佛要将所有东西都吞噬掉 幸好男孩及时激发潜能 用尽全身力气跑了出来 他赶紧躲在门后观察 只见无数的怪物倾巢而出 他们闻到了人类的味道 正在屋里不停寻找 就在男孩即将要被发现时 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钟声 把怪物全都召唤走了 画面一转怪物来到小镇 还爬进了热闹的餐厅 可奇怪的是 人们却好像看不见他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男人走进饭店 却没发现身后竟然跟着怪物 借着越来越多的怪物出现 他们猥琐地观察着人们 好像在寻找今天的午餐 可奇怪的是 人们好像都看不见这些怪物 其实员工大山看见了一切 可他没有出生 因为只要被怪物发现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怪物了 没想到怪物有点怀疑大山 直接跑过来贴脸看着他 大山强装镇定骗过了怪物 他从小就有阴阳眼 能看见大家看不见的东西 这种怪物属于邪灵 每出现一只都代表着会有一个人死去 他们被邪恶吸引 知道死亡什么时候降临 而这么多的邪灵同时出现 代表着小镇即将迎来一场灾难 为了拯救大家 大山跟踪男人来到郊外 趁男人出门之际 大山偷偷潜入房间 发现冰箱有股腐烂的气味 他随便打开一个盒子 里面竟然装着人的牙齿 冰箱里还有很多被切下来的手指 吓得大山赶紧离开 可当他回到家时 看到地上有把手枪 更可怕的是 平底锅里还躺着一个死人 一看正面竟然是那个男人 看来是有人想要阻止大山调查 男孩深夜打开家门 却发现屋内躺着一具尸体 翻过来一看 明显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 地上还放着把手枪 他很快意识到是有人想要栽赃自己 大山立即行动 拿了一张床单扑在地上 然后放上男人 连夜藏在了一个废弃工厂里 可没想到就在返回途中 路面上出现了数不清的邪灵 这象征着灾难即将到来 这种怪物依附邪恶 人们看不见他 每当出现一只 就会有一个人死去 第二天商场里出现无数的邪灵 突然一个谋灭人持枪嗓射 大家撕散而逃 可大门早已锁上 人们就像带宰的羔羊 大山想挺身而出 却被邪灵干扰 歹徒刚要举枪 就被顽强的大山一枪爆头 随后朝着女友方向走去 幸好他没有受伤 这是一只邪灵出现 说明灾难还没结束 大山赶紧跑到停车场 发现一辆可疑货车 打开一看全是炸弹 他连忙上车 没想到一个黑警迎面走来 直接给了大山一枪 大山忍着剧痛往海边开去 没想到黑警抓住车门 关键时刻大山扭头躲开了子弹 这时炸弹快要爆炸 大山只好打开车门选择跳车 货车失控撞向护栏 摔紧胶去引发剧烈的爆炸 当大山睁开眼睛已经身处医院 女友也在身边守护着他 因为拯救了小镇 大山成了英雄 而他只想和女友过正常日子 平淡的生活里充满幸福 原本以为电影到此结束 迟到这天 原来女友在商场时已经死了 陪伴大山的只是亡魂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可令人心碎的时刻还是来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兰兰 期待你的关注